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内胸腔科医师苏一峰在个人社交上号发文表示 2014年高雄期望募得45亿捐款 2018年花莲地震募得27亿捐款 2016年台南地震募得43亿元 今年的大地震目前捐款3亿多远低于过去 这要归功于绿营政论节目狂批过去捐款乱花 还有网络造谣三天就收到9亿 侧翼网军带风向不要捐钱给花莲县政府等等吧 等类网友表示捐款变少 还有可能是通膨物价电价健保交通费 苏花公路苏花改东华大学这些都属台当局在管辖 不只是网军 台当局机关陆委会也有功劳 叫大家不要捐给花莲 然后再打说只会靠民进党跟骂民进党 两面手法似曾相识 国民党时救灾驻灾是不分颜色的 台湾花联县三日因为发生了7.2级强阵受灾 台中市长卢秀苑立刻在个人社交账号上贴文表示 台中市消防救灾人员已经整装待命 但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弘等人却批评 台中市搜集队四天过去仍旧原地待命中 根本没有踏出台中半步 当内网友怒轰民进党当局 在救灾救灾时候还在分颜色博板面 真是太可悲了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 台中特搜队完成待命准备后 询问过台当局消防署 得到的响应是 知识人力已经足够了 在区容纳不了众多搜救人员 知识县市再加上花东当下评估人力足够 因此没有再通报其他县市 消防署也明确表示 重点放在空中吊挂脱棍 地面支持的部分目前没有规划 消防局说明 各县市消防同仁都想为大地震 尽一份心理 然而仍然需要消防署统筹调派决定 对于外界的误解 表达严重的澄清 台湾媒体人谢耀州八日发文质疑 这真是太瞎了 民进党台中议员太扯了 台中特搜队员在地震第一时间 就立刻全员赶回队上 连救灾全都准备好了 结果待命了好几个小时 台当局就说人够了 不用他们 消防署在留言区贴出新闻补充说明 3号就动员两个小时内到位 等到隔天上午10点被通知不用来 台湾网友表示说 早就预知了 台内政部门只是调度特定现实的救灾队 是诈骗极段 为了留一手写鬼故事攻击特定预想 消防署回应 台中才无奈 都准备好了等这么久要出发 不给出去就算了 两天后还到达一趴 该网友说早就在编剧本了 桃园救难队也是第一时间就整备完 后续也是没有消息 镜头上只有特定救难队一直在曝光 救难还分颜色不版面 以后与民进党当局应对 渐渐是真的都要白纸黑字 以及录下存照 以阴影种种肮脏手段